50岁翁红晒素颜兆,看起来只有20岁。 翁红可能是一个暴露年纪的名字,90后们应该都记得,童年时候被春光灿烂猪八戒里的猫腰之配的恐惧。 猫腰虽然吓人,但是抛开童年阴影来看,不得不承认翁红真的很美。 30岁演春光灿烂猪八戒,到现在翁红已经50岁了,但神奇的是,她现在的脸跟20年前,几乎没有区别啊。 50岁。这张脸50岁了,你敢信?说真的,不像50,倒是想20。 好多人20岁都没有这个皮肤状态,也拍不出这种美照。 拍的照片看起来,怎么说呢?想到这是人家的50岁,90后的坛子,微信号,dance app,自惨行贿。 50岁。 脸没咋变也就算了,关键人家身材也还很好,在机场的照片站一看,还以为是哪个当红小花迷。 50岁。 何比她小了18岁的江颜合影,我感觉是翁红莹了,颜值碾牙。 加在两个年轻演员中间,一点胃口感都没有,感觉是同龄人。 前段时间翁红还参演了一个环保题材的电影,在里面演一个大婶,请问现在谁家大婶能长得这么年轻? 肯定会有人觉得,翁红这都是化妆的效果,都50岁的人了怎么可能还这么年轻? 但翁红晒素颜照也完全没在怕的,虽然私服的品位确实不算年轻了,但这张脸还是很能打的。 和老公的合照看起来,也完全不像一对四五十岁的中年夫妻,翁红的少女感居然还在线。 最近更是放了一张前置摄像头一般的素颜健身照,这个素颜真的没得挑。 要看十遍百度百科,心里莫数八百遍,才能让自己相信,她真的已经50岁了。 而她保持年轻的秘诀,也是运动健身,经常做平板支撑。 很爱去健身房,所以跟她老公身材保持得都很好,这一对看起来最多35岁吧。 除了运动,翁红的饮食也很注意,看看人家吃这么点东西又做这么多运动,知道人家为什么不老了吗? 福气了,希望她到60岁,还能像现在一样美。 本文来自大封号,仅代表大封号自媒体观点。参考来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